今天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障 你看现在这个东西是好的 这是一个地方包的面板 这就是这个面板 拆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 现在是正常工作的 我用可桥店员给他供的电 我们先把电断开 是什么现象的 就是有时候 他能工作 有时候他不能工作 我们开电 现在开电 你看现在就不工作了 你看我的供的电 5V 0.02毫安的电流 他有时候自动又能工作 但是又不是接收不好 敲了他也不会工作 但有时候他自己又能跑起来 我们等一会看 或者我们把电源关了 再开 好 这次还是没开起来 再来 我们多开几次 好 这是好了 又开起来了 再开 大家猜一下这种是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修 我先说一下我的维修思路 首先怀疑当然就是按键有点漏电 但是我都检查了 按键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 现在有几个地方值得怀疑 第一个就是这个静震 是不是有可能有问题 但是这个静震我看了一下 这个不知道是多少兆的 这个适应的非常模糊 我们等会用拾波器测一下 再一个就是这上面的这些灯有没有漏电的可能 因为以前修电池弩碰到过这种灯 这种发光二级管漏电 它会导致这个CPU的功能 它工作混乱 我们现在 我们先测一下这个波形 看它是多少兆的这个精震 现在正常工作的话 精震应该在工作 我用试波器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一个八兆的精震 八兆 然后我们开几次机 开几次机 让它不正常的时候 看到这个精震在工作没有 现在又启动了 我们再关 关它再开 现在没有启动 我们测一下这个精震 我们现在可以看 这个上面是没有波形 说明精震没有工作 精震没有工作 我们测一下这个单片机的供电 看是不是 供电没来啊 应该是来了 好 一测供电 它就工作了 一测供电 它就正常工作了 有点不好整的 它一动 它就正常工作了 所以说测不到故障点 我们把电关了 再开 又工作了 再开 好 现在没有工作 我们再测一下 供电正常看到没有 供电 5V 4.973V 现在是没工作 哎 工作了 怎么没 这开 这开 好 现在没有工作 你测这个电压就工作了 我们换个金针试一下吧 先换个金针 我这个金针已经换了 我们再就是开机室 好 这个正常 关掉 等一会儿我们再开机 正常 这种故障的话一定要重复测试 最后再经过我实际20次的测试 每次都能正常的开机 应该是没问题了 就这个金针坏了 这个金针啊 之前是一个这种颜色的 八兆 换了一个这种蓝色的 应该测试了有20次了 都是能正常点亮的 证明这个板子就修好了 像这种问题确实是不常见的 请不吝点赞 这种颜色的 还把电针坏了